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基本单字篇 第七十集 我们已经讲到快七百个单字 所以目的在哪里 就大家养成一个 我们在记单字 背单字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当我们在记这些基本单字 实用单字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体 有些单字很复杂的 有些很简单的 所以有些复杂单字 比如它有好几个词性 好几个意思 就是一般都碰到 你要多记啊 你绝对千万不能说一个字一个意思 所以我这个视频 很多一再强调观念 一次多一 一次多词性 强调一些基本的观念 我们这个学中文一百多年来 基本上错误 一般都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不是 这个只有哪些意思 那个有哪些意思 我们看看 Blacksmith 就是比较简单 一个意思 铁匠 bladder也是简单的 bladder就麻烦了 它名词 它可以是刀锋 刀片 刀片 立的刀片 也可以是叶片 你看这个刀锋 金属的吗 跟叶片自然就不一样 也可以是螺旋桨叶 你看 外国人写文章说 它可能就有螺旋桨叶啊 你就以为是刀锋啊 它用刀锋 你以为是叶片啊 是吧 让blank 这个还好 动词 它可以同时当动词跟名词 所以我们 词性咬记 不要只记意思 词性咬记 那至于说 一个字 如果有好多个词性 好多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上下文 看上下文 让blank 你看 一般是形容词 空白的 也可以当很茫然的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又可以当名词 空白处 空白表格 很空虚 所以这个字也算复杂了 让blank 一般是毛毯 它也可以当覆盖物啊 覆盖物啊 一片冰雪 覆盖大地 它就是不是毛毯啦 所以它这个字 很多字就可以隐身 一个当动词覆盖 你看有两个词性 blast 也是很麻烦的字 比较复杂的字 你看那名词 可以一阵强风啊 喇叭的声音啊 爆炸 甚至很愉快的经验 哇 这个意思差很多啊 又可以当动词 爆炸 枯萎啊 植物枯萎 希望破灭 哇 这个字多复杂 blase 它名词可以当火灾啊 火焰 强光啊 这道有点像 也可以当动词啊 燃烧发亮光 甚至激昂 这个字你看 又比较特殊一点 bleach 动词是漂白 名词是漂白剂 这两个也是有点差 然后bleed 流血 你看bleed是流血 什么也可以当悲伤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单直啊 不可一看而论 有些字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们要多记一下 有些字只有一个意思 就比较无所谓 会了就会 不会就不会 那如果一个字 它比较复杂 而你只记一个字的时候 那以后问题就很大 看这边卡卡了 看那边又不顺 因为它是走别的意思 比如blacksmith 我的叔叔伯伯曾经 used to be 就曾经 曾经是一个铁匠 那金匠呢 就是goldsmith 银匠就silver smith smith就是匠人 匠工 就是金属 主要是讲金属的 金属的那个工匠 那当然木头是carpenter 木头就不用smith了 bladder是膀胱啊 这男人才有的 所以男人常常有色护线 他中间有色护线 他常常一直想小便 人不久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ith your bladder 这个你的膀胱 大概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常常想尿 当然女人也会啦 女人也会有时候急尿 就男人色护线的问题 比较大 膀胱 bladder 他刀锋 the blade needs sharpening the blade needs sharpening 这个刀锋需要把它 sharpening就是磨 磨得更锋利 像我们菜刀啊 现在比较少了 现在觉得不利 有的丢掉了 以前比较环境刻苦的时候 有个磨刀石 有时候是人家来帮你磨 外面小贩 拿去给他磨 有时候自己磨 越磨越利 也可是叶片啊 there is a bug on the green blade there is a bug on the green blade 这边就不是刀锋了 刀片了 不是了 叶片了 就有一只小虫子 bug就是虫子 又是一只多一 bug 也可以是电脑软体出现的错误 bug debug 前面加个第一个 debug就出错 电脑软体 城市出错 城市很复杂 有时候一写几万行 所以也不能怪他 有时候中间有一行 有一行哪里写错了 这个城市整个跑起来就有问题 所以那个城市 所以很多软体出来的 beta版 表示说 我已经是更新了 可是呢 还没有整个运行过 所以大家先下载 大家注明一下beta 可能有些哪里不对 然后过一段时间 它再出错 变成正式版 也可以是螺旋桨液 the blaze of the helicopter helicopter is whirling 这边就不是刀锋 也不是液片 是螺旋桨液 helicopter是直升机 像一般美国人讲直升机 已经不太讲 helicopter 尤其军事上讲chopper 这个直升机 它螺旋桨液片 whirling whirling就是在旋转 因为它是十字形的 直升机呢 它主旋转 它是四片 四片 有的变成 有的现在变两片 以前是四片 它旋转 可是它光靠这个不行 还有一个尾翼 尾翼呢 它有时候控制方向 这高低起来的时候 也是有帮助 所以有时候直升机 你说它那个主要的 上面的那个 十字形的螺旋桨 那个没有坏 可是它尾翼 就在尾巴那边 被枪啊 被炮打掉 它也是飞不起来 也会降落 也会坠机 Blain它名词 这些动词都是责备的 比如说动词 I don't blame you 我不怪你 然后呢 名词 He put blame on me 这个blank是不可数 不可数名词 它责备我 所以blank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像blank就比较麻烦 你看 启用词空白的 He gave me a blank check 空白支票 check也是这个字 好复杂 名词动词 也当支票 检查 打勾 一大堆意思 这个字非常复杂 他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 随便你填 也可以是茫然的 Hearing the bad news My mom had a blank look 听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一脸茫然 就是一下子 恍神啊 可能坏消息 可能说 哎呀 你爸爸 这个上班时候 突然昏倒啦 姑姑啊 出车祸啊 你阿公阿妈住院啊 听到坏消息啊 一脸茫然 慌神 哎呀 怎么办 也可以当空白 空白处 Please write down your name in the blanket 请把你的 这个字打错 blank 请把你的名字呢 写在空白的地方 也可以是空白表格 The company gave me a blank and asked me to fill in 这公司呢 给我了一个空白表格 叫我去填 填资料 填我出载 年月日啊 新民地址等等 The company gave me a blank and asked me to fill in 也可以是空虚啊 这个字比较特殊 这个意思 Her mind is in a complete blank now 他的心里 Mind 他的心啊 现在是完全一片空虚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变空虚 或者是失恋啊 或者家里有出事啊 或者是就是 就觉得人生很空虚啊 Her mind is in a complete blank 一片空白啊 一片空白 Blanket一般是毛毯啊 It's cold and give me and give me a blank 就是说那个 现在天气很冷啊 加个S 加个S 加个Please It's cold and please give me a blanket 就是现在外面很冷啊 请给我一个 这个 一床毛毯啊 一般讲 这个毯子啊 也可以是覆盖我 Think blanket Snow cover the car 就是 这个 这个 很厚的啊 尤其欧美啊 这个 冬天的时候 会下大雪 就一夜之间啊 这个 雪啊 就覆盖了 一片雪啊 雪的覆盖物 盖住车子啊 或者盖住屋顶啊 盖住马路 所以他们常常要残雪啊 早上车子啊 要去残雪 把那个雪拿 弄掉啊 或者房屋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很长的 有一个像棍子 前面是平的 要把那个屋顶啊 铲掉 还有那个 马路就没办法 马路就是要政府啊 或者乡镇啊 或者市啊 派那个残雪车来啊 覆盖物 也可以动词覆盖 Snow blanket earth啊 大雪覆盖了大地啊 雪覆盖了大地 Blast就很麻烦了 名词啊 一阵强风 Blast wind came from the mountain 就一阵强风啊 从来自山那边啊 附近有个山啊 由山那边往这边吹了一阵强风 Blast 强风 也可以喇叭声啊 The policeman blew a blast in his whistle 这个 这边这个句子倒没有造好 就是wistle 就是吹口哨 就是一阵 很急促的声音啊 这不管是喇叭声啊 或者哨子声啊 这边就夸呼起来 喇叭也可以这种声音 也可以是哨子 吹口哨 哨子的声音啊 就是一阵子喇叭或吹哨子的声音 The policeman blew a blast on his whistle 所以这个字我们一般就可能比较不知道 只知道blast 可能还是一阵强风 也是 也是那个吹喇叭啊 或者是吹哨子啊 的声音 它也可以是爆炸 There was a blast in downtown yesterday 在这个downtown就是市中心啊 昨天发生了一个爆炸案 blast 最奇怪的你看 它也可以是愉快的经验 We had a blast when we got together with you 当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感到这是一段很愉快的经验 我们觉得很高兴 你看blast 强风 口哨 哨子 或者是喇叭的声音 爆炸 愉快的经验 你看 意思不太一样 又可以当动词啊 爆炸 They blasted a tunnel through the mountain 就他们把山里面炸出一条隧道出来 因为用挖的 像现代工程人用挖的太久了 所以有的可以爆炸就爆炸 有的爆炸会怕结构影响 那就用砖的 所以台湾这个以前呢 那个做那个宜兰的 那个隧道雪碎啊 用这个大约翰啊 从国外 好像是欧洲吧 这个进口的这个大约翰 哇 好大的机器啊 然后枯萎呢 The crabs were blasted by the storm 这个农作物装架 被这个风雪啊 爆风雪 造成它枯萎 blasted 你看爆炸 也可以枯萎 也可以希望破灭 A car accident has blasted our hopes 一场 车祸意外就让我们希望破灭 整个家庭破灭 那blaze 一般是它名词火灾火焰 Many people die in the blaze the blaze of sunlight and the river is dazzling 就是太阳的这个强光啊 这个沿着那个河边啊 可能会反射 blazing 就是 dazzling就是 就很强的 让我们这个觉得啊 这个眼睛啊 眼睛就 目眩啊 就觉得很亮啊 眼睛双刺激啊 就是 强光啊 射在那个 河水上 然后倒影出来的 反应的强光让我们觉得 就很刺眼 the blaze of sunlight and the river is dazzling 你说强光啊 赤头眼睛张不开 或者是 对方开头灯 开远光灯 或者 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 哪一个的 哪一个那个 什么 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强 光很强啊 让你眼睛张不开 都是 dazzling 也可以动词啊 the fire blazed all day long 这个火啊 烧了一整天 有一天 怕出亮光啊 the lake was blazing with sunshine 这个湖呢 这个阳光啊 照到湖上面 然后再反射出来 这个很亮 也就是激昂啊 Angers blazing in his eyes 他眼中呢 Anger 充满了愤怒的 愤怒的一种 一种 叫眼神啊 眼色啊 目露凶光 这个意思 bleach 又可以动词 名字差不多 动词 漂白啊 the bleach she bleach his shirt 他帮他 男的 女的他 帮男的他 帮他老公啊 寸衫啊 漂白 名字 漂白剂 we need bleach to take the stains out take out 就是去除掉 我们用漂白剂的 steam 就是污汁啊 可能是 有那个 吃东西的时候 粘刀啦 或者什么东西 steam 就是 就是脏东西 一块一块 粘到衣服上 我们用漂白剂 把他移除掉 bleed 一般是流血 he's bleeding 他流血了 也可以让他悲伤啊 my heart bleeds for there is poor people 我的心啊 为那些穷人 感到很悲伤 你不能说 我的心流血 那吓死了 你说我很同情 那些穷人啊 可是我的心就流血了 我心在淌血 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了 这是一种比例的用法 但是他不是真的流血 就我心很悲伤 这是我15个 YouTube频道 都在这边 希望大家都喜欢 订阅 这集讲到这里 好